小时候我们都知道白雪公主与七矮人的故事 那现在呢 不能叫人家七矮人 也不能真的做出七矮人来给人家拍 因为你好像在取笑身材不高的人 所以他们只要把它变成七个 政治性正确的生物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因为一起读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有趣的报道 他说的标题其实是 迪士尼收回了一些他们本来说出来的东西 所以他们backtrack backtrack就是有把东西给这样收回来的感觉 所以迪士尼就backtracks After Snow White Anti-walk Backlash 所以这有两个back的字 一个是backtrack 一个就是这样子回溯回来 那backtrack 那backlash则是一个东西的一个反扑这样子 所以他有一些这个反觉形的反扑 什么鬼 里面还有两个反字反觉醒又反扑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什么是反觉醒 那我们先讲walk这个字啦 好 我们一般就把理解现在叫觉醒 那你大概知道觉清这个字 觉醒青年 就是你本来活在一个 仿佛是充满了谎言的世界里 然后你现在觉醒了 这样叫做觉清 我这样理解应该没有错 那walk也是大概类似的概念 就是我们以前活在一个很多东西都其实是不正确的一个世界里 像例如说我们以前觉得歧视一些可能肥胖的人啊 歧视一些身体有残疾的人开开他们玩笑 像我小时候因为有个歌手叫Aquila 就一个残废的歌手 那他以前上综艺节目 那主持人就直接开他这个残疾的玩笑 那大家台下观众也觉得很好笑 那今时今时你如果做这样的事情 那你就等着被 你就等着被整个世界讨厌了 你就一定会社会性死亡 所以不能歧视人不能怎样 所以就是这个世界就是现在非常的walk 然后包容性要非常的强 tolerance这个字 好我们对于这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我们要非常的高度的tolerate他们 这样包容 所以要是你没办法做到包容 你没办法包容LGBTQIA plus 2P 反正还会继续接下去 所以要是不能包容这些性别 尤其是性别上 比较diverse的这些 或者甚至我们说他们还是比较边缘的 比较marginalized的群体的话 要是你没有办法做得到marginalized groups 你不能包容他们 你说我就是不喜欢跨性别 我就是不喜欢男同志之类的 你要是敢讲这样的话 你就等着射死吧 你就等着社会性死亡吧 你一定会被攻击到很惨 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活在的世界里 就是非常的walk 那什么是antiwalk 你看这里看到了 so after snow white antiwalk backlash 其实这个标题我自己看了也想了一下子 所以我才特别讲给大家听一下 那刚刚讲完walk antiwalk就是反着一个觉醒 那可是我们刚刚说这个觉醒好像也不错嘛 因为它强调的是包容 so if you can be more inclusive if society can become more inclusive what's wrong with that it's supposed to be a nice thing right 所以社会包容性增强的不是很好吗 we live in a much more diverse world or at least we are culturally highly diverse nowadays right 所以我们活在一个文化性现在非常多元的世界里 那我们能够包容大家 能够包容大家的多元性不是很好吗 但是的确有比较保守派的 比较conservative的 比较保守的 我们一般理解为就是政治的右派 那他们就觉得说我就不喜欢 我就是觉得我们人活在事业上就是 生理上就是两种性别而已 男跟女 我们的那个染色体 我们的chromosome chromosome 我们的chromosome就是你知道xy啊那些的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只能分成两性 你不要跟我搞什么lgbtqa这么多的性别 ok 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 反正这就是政治 这是政治上的political political ideology的不同 我们讲这个叫做政治的意识形态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这个 每个人的political ideology都不太一样 那左右边的分别 所以anti-walk就是比较右侧的 好比较右派的 他就是反觉醒 所以他是有 所以他们就觉得搞什么鬼啊 你给我七矮人就对了嘛 right 你不要在那边说怕这个冒犯到身材不高的人 然后你就不敢 演员找七个矮人来演这七个角色 好你不要这样 我就是要看七矮人 所以这就是一个anti-walk的backlash 好所以那迪士尼就有点 啊好啦好啦 我们并没有啊 你现在看到的这些这个七个政治性正确的creature 都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外流出来的 是剧照还是干嘛这些 所以这里有一个set pics were real 那这个set pics是什么东西啊 呃这个set就是电影的那些场景 好我们现在电影有一个set 那这个set可能拍几个镜头 啊再换一个set啊再拍几个镜头 所以电影的这些场景就是一个个set 那你知道他们的剧照可能就是这个场景拍了一些照 然后那些照片可能流出来 当做一个publicity做宣传 所以迪士尼他们本来 他们本来说的是 因为这些set pics流出来了 外流出来了 那迪士尼本来说的是啊这些不是啦 这些不这些是假的啦 然后 然后 但啊 可是这流出来就已经被人家骂一轮了嘛 那骂的时候 迪士尼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些是假的 那可是后来他们就说啊没有啦是真的啦 这样子 所以这里的backtrack就是就是这个意思 他本来否认啊 这是这是假的 这是人家去做出来的 还是什么鬼的 好像模拟我们的剧情拍出来的之类的 那但是后来他们就backtrack 就说呀 其实这是我们的剧照没有错 这样子 set pics were real 所以这个标题这么难懂 再读一次给人听 Disney backtracks after Snow White anti-walk backlash 然后加一个冒号 set pics were real 好读几段给大家听好了 这光是讲了这个就讲半天 来 So when exclusive photos from the set of Disney's life action adaptation of Snow White leaked last week the internet reacted like someone had poisoned their apple 这标题 这第一句写的真是有趣 所以这是当的句子 当什么什么发生了 然后后来什么什么人干嘛了 所以当这些独家的照片 exclusive就翻成独家的 from the set from the set of Disney's 这个电影 所以从他的场景出来刚刚讲的set right from the set of disney's life action adaptation 这三个字在走在一起看 什么意思 你知道现在迪士尼就是他们喜欢把他们以前的动画拍成真人去演的 对不对 包括像阿拉丁 所以阿拉丁找了威尔史密斯来演对吧 我甚至程度上狮子王也很像 可是狮子王应该还是画出来的 虽然说虽然他就不是卡通画的 他是很像真的狮子这样子 好所以这个live action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找真人来演出的 所以而不是animated 所以这两个就可以大概换是一个做比较 做一个对比 所以我们讲说animation 或者就是animated animated movies 所以他有经过这个动画 animation 那相对来说就是live action 就真的找是真人演出这样 好所以这个真人版的 所以而的这个翻拍 所以翻拍就是adaptation adapt这个字的名词 然后变成了adaptation 重音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这些photo流出来 所以动词就是leaked 所以前面这句再读一次 而且他加个上周 when exclusive photos from the set of disney's live action adaptation of snow white leaked last week 所以当这些照片流出来的时候 这个网路的回应 就像有人把他们的苹果弄堵的一样 堵了他们的苹果 OK 所以整个仇恨只是堆积起来 the internet reacted like someone had poisoned their apple 为什么这个读了苹果是这个有趣的梗 因为你知道白雪公主里面有读苹果嘛 所以他拿这个来当作他第一句 写得真好这样子 所以这些照片 the pictures published by the daily mail feature snow white accompanied not by seven little men but by actors of different genders ethnicities and heights 所以这张照片 这些照片们 他就feature了 他强调主打了一个 snow white 被谁陪着 所以snow white accompanied 就是被陪着 被谁呢 不是七个矮人 他甚至躲开了矮人这个字 我们一般 现在讲矮人 可以 OK的字是dorf 因为dorf这个字就是一种 一种生理上的一个 医学上的描述他的状态 所以有个词叫dorfism dorfism就是诸如症 所以这个字还没问题 可是我都不应该打出来 我打出来可能我的影片会被标的不一定 midget OK 我现在很快打在荧幕上 然后就把它画掉好了 所以你想看的话 现在看一下 midget 然后我们把它画掉 OK 那这个字已经算是歧视字了 所以我都还想 我都觉得应该要躲开一下 所以你不要乱叫人家midget 这个是不OK的 这样子 好 所以 那 他这里不用dorf这个字 他就把它改成little people 所以我们如果现在真的要讲诸如的话 你讲他little people是可以的 那这里是男生 所以是little men seven little men OK 所以 不是被七个矮人陪伴者 而是被 后面这些演员们 so not by seven little men but by actors of of different genders ethnicities and heights 所以 这些演员们是怎么样的呢 of呢 不同的性别 不同的 种族背景 种族裔 ethnicities 以及不同的身高 这样子 然后他们还就被讲成了 所以the male headline 所以他的标题就是 exclusive 独家 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讲不出来 因为以前是the 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ves 好像是吧 and the seven what politically correct companions OK 所以政治性正确的小伙伴 这样子 所以政治性正确 我应该 我不知道该不该 需不需要解釋 politically correct 就是我前面讲了一大堆东西 现在政治性正确的东西就是 你不要叫诸如 你要把诸如叫成little people 我们也不要像我前几 好像上个礼拜的影片吧 我们讲过 现在不要骂人家是智障 不要骂人家是神经病 这些的 你可能说他mentally challenged 你可能说他 你不能再用像retarded这个字 你可以讲mentally challenged 所以就是 这就叫做政治上是用正确的方式 去称呼人家 而不是用政治上不正确的方式 所以有politically correct 当然也有politically incorrect 所以他现在就被七个政治性正确的 小伙伴陪伴着这样子 OK 好 那所以 本来迪士尼就跳出来说 这些照片是假的 不是从我们的这一个 片场出来的 所以 但是后来却又改了这个说法 所以迪士尼 later reversed the claim and told the daily beast that the photos were from the set OK though they were not official photos 所以并不是正式的剧照 但是的确是从他们set出来的 所以他们就承认了 they own up to it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电影拍成这样 你想怎样 OK 所以 那这就是这个照片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好 所以这Snow White 以及这七个 1234567 各种不同身高 不同的ethnicity 好像没有华人 好像没有亚洲人 我讲了广义一点 应该讲亚洲人 但是的确黑的白的都有 OK 甚至有的看不太出来 到底什么主意的 but anyway 那你对这个什么看法 我也不知道 说实在的 你可以自己去想一想吧 好 所以这是新的 演Snow White的这个角色 所以这个Snow White 好像也不是白人了 你根本看不出来 都是什么ethnicity的 这样子 然后他甚至说 这个照片流出来的 事实上上是替身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替身 但是总之这个正主是他就是这样子 真正女主角 好 讲到这里大概差不多了 那有什么看法 或许我们下面可以讨论一下下 我个人觉得 我就是愿意张开嘴巴吃掉 现在时代胃给我们的东西 而不会有太多太多的 我还没有把 我还在消化walk这件事情 因为我就是一直在做影片 那我知道 这个是最政治性正确的东西 那我也不希望 去抵制这个潮流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潮流走一走 走了一阵子之后 或许我的讲法 就是让子弹再飞一下下 那已经飞了很多年了 说实在 OK 这个子弹飞了好多年了 还没飞完吧 应该是 所以我就愿意再等子弹再飞一下下 不是说我想选 这个多一点的人的地方站 事实上左派已经很多人了 所以我现在真的站在左派这边 事实上也已经很安全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也很喜欢去听右派的声音 像我还蛮喜欢听 偏右的Ben Shapiro 我觉得这个人我还并不太讨厌 虽然说他的论点 我并不是都同意 还有Jordan Peterson 我也并不是完全同意他的所有的论点 而且他本身也有一些问题存在 甚至他精神上有一些问题存在 或之类的 可是我很喜欢他的一些 他layout的一些想法就是 我后来现在这些都是胡扯的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哈哈